狐狸猫和小树蛙来到博物馆 听到石中展示区传来咚咚咚的声音 原来是百中发出了整点爆石声 小树蛙走近看了看 仔细观察百中后发现 百中的表面除了分针与石针之外 只有一个用线悬吊的中锤 在石中下方平稳地来回晃动 并没有秒针的存在 小树蛙好奇地想着 百中是怎么计时的呢 狐狸猫想起之前曾经看过 百中是运用单白摆动来测量时间 而单白只要用一条线掉一个重物 并将重物拉高再放开 让它形成来回往复规律的平稳摆动 就能够用来计时 听完狐狸猫的叙述 小树蛙觉得很神奇 没想到一个物体 只是来回摆动 就可以当作计时工具 不晓得是谁先发现 单白的摆动有规律性 原来是16世纪 科学家伽利略在教堂礼拜时 注意到天花板上摇摆的吊灯 似乎有规律的摆动 于是按着自己的脉搏 口中念着数字 测量教堂内的吊灯摆动次数 发现无论吊灯摆动幅度是否相同 吊灯完成一次摆动的时间 似乎是一样的 伽利略进一步研究与反复实验后 才得出了一个结论 单白具有规律性 虽然小树蛙已经从前面的科学故事 知道单白的周期 也就是摆锤在两个最高点之间 来回摆动一次需要的时间 称为单白的等时性 但是看着用摆锤细绳组成的单白 从一边的最高点 摆档到另一边的最高点 再往回摆 这个有趣的单白特性 引起狐狸猫和小树蛙的兴趣 它们也想要尝试改变摆角 摆锤质量或摆长 看看单白的周期会不会有变化 小树蛙猜想 摆绳的长度会影响单白周期 不过这些都需要透过实验来确认 因此 以目前的你 也请帮忙狐狸猫和小树蛙想想看 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狐狸猫与小树蛙想到的实验是 轮流改变摆角 摆锤质量 摆长 一次只取一项变因 只要做三次实验 就能够比较结果得到答案 它们先改变摆角 而摆锤质量与摆长则固定不变 接着 记录摆锤来回摆动固定次数的时间 再将得到的时间除以摆动次数 求得平均时间 将计算出来的结果记录下来 从实验一的记录中 我们看到当摆锤质量和摆长固定时 不论摆角怎么变化 时间都是相同的 因此可以推论单摆的周期和摆角无关 然后在第二次的实验 小树蛙将摆角与摆长固定 并且拿了几个不同质量的摆锤 同样记录摆锤摆动固定次数的时间 再除以摆动次数 记录计算后的平均时间 而在实验2的记录中 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摆锤质量改变 在摆角和摆长固定的条件下 测量的平均时间是相同的 因此我们能推论单摆的周期和摆锤质量无关 到了第三次实验 小树蛙则是拿了几条不同长度的摆绳 并将摆角与摆锤质量固定不变 记录摆锤摆动固定次数的时间 除以摆动次数 计算平均时间并记录下来 所以在实验3的数据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摆角和摆锤质量固定时 只要摆长增加或减少 单摆的周期会跟着变化 因此我们能够推论单摆的周期 与摆长有关 小树蛙觉得很有趣 又请狐狸猫跟它再做一次实验 萤幕前的你 能不能帮忙狐狸猫解答这个问题呢 除了摆中的单摆之外 下次你经过公园 也可以仔细注意一下里面的鞦韆 当有人在荡鞦韆时 铁链长的鞦韆 是不是会荡得比铁链短的速度还慢呢 最后和我们一起来做个小测验吧 狐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一 单摆来回摆动一次所需的时间及周期都一样 称为单摆的等时性 二 单摆的周期只与摆长有关 与白角摆垂质量大小无关 最后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你觉得在荡鞦韆时 还可能发生哪些事情 会改变鞦韆百当的周期